谢谢 这样你看我近处啊 我觉得鱼已经很稀少了 我准备啊还是往远处钓了 就是说改变一下方法 就是你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钓派户外的小辣椒 它的杆子比较的硬 你要想钓得快 那必须要用这个杆子 这个钓派户外这个小辣椒 10米5的8H啊 它的优点啊特别的明显 首先它比很多 同类这样的甘蔗要轻很多 这个手感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种鱼以后啊 它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就是回鱼非常快 回鱼特别快而且特别省力 因为你看我今天钓一天啊 就这么快的鱼 那么都没感觉到累 是吧 手上没什么感觉 很轻松的一天就过去了 对对对 种鱼 种鱼飞起来 今天我们算是钓爽快了 这条鱼它的鱼线挂在背上了 你看我们实际上钓鱼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我教你一招 你把它放下去试试看啊 现在放上去是吧 放上去对对对好 然后你在封在竿子的时候 一放把竿子放松 好再提你试试看 真的可以啊 是吧一松竿子 它就脱掉了 对这样摘勾就很方便了 对对对对 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实用的 正口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挂住的呢 首先第一点啊 这样这样种钩以后啊 它容易造成什么 我们误认为是大鱼 嗯 对因为它那个线挂在背上了 对阻力大了以后误认为大鱼 但是一会儿它没劲了 没劲以后了 一开始小鱼 如果就这样提上来啊 这个卸鱼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一般这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就是竿子先绷着了对吧 你把竿子一放松 它肯定会先卸这个绷着的 对一放松以后鱼一串 它这个线自然就脱掉了 哦 知道吧 这个小串门很管用的 这就是利用鱼的力量来帮我们卸钩 对对对 谢谢 哎 这样你看我近处啊 我觉得鱼已经很稀少了 我准备啊还是往远处钓了 就说改变一下方法 就是现在近点已经没什么鱼了 对 新鱼都已经 我觉得基本上被我们钓得差不多 差不多了 然后你看现在已经时间也已经过半了 对吧 过半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钓点啊 往前挪一下 我们来试试看 行 我推一下飘 那我也紧来往前勾一勾 很快了很快了 两分钟上鱼 看看能不能还找到刚才那种钓新鱼的感觉 我感觉远处有口啊 乔老师 是吗 对 那就是正常的 正常的 远处刚刚都黑飘了 嗯 所以说有些老鱼啊 以前的老鱼和一部分新鱼啊 它要躲 它就往中间躲了 哦 所以叫黑坑就是这样的 我们甘子蓝应该是 呃 如果是允许的情况下是越钓越长 嗯 知道吗 对 快的时候先钓硬的 呃 那个短的 嗯 那个慢的时候就钓软的 就可以钓长一点的了 嗯 就是在黑坑能够限干的最大的尺寸去钓 去够是吧 对 我来试一下能不能找到刚才的兴奋感 哎 有口了 有口了吧 对 哎 哎 哎 啊 有鱼有鱼 你那也有口吧 有口有口 而且我感觉远处的口好像更实在一点 更大是吧 对 就是黑飘 哎你看黑飘 黑飘 是吧 黑飘 是的 黑飘 像之前的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顶飘 然后有一点动作就提干了 嗯 就没有那么大的黑飘的这种 因为之前这个鱼啊 我们钓进点钓了新鱼啊 它动作都比较比较夸张 它吃实上都比较猛 嗯 所以你看到很多动作啊 下去可能接口啊这些都会比较多 哎 黑飘 哇 黑飘中鲫鱼 就是刚才的钓进点的像这种小个体的鲫鱼 它可能就是顶 稍微有一点点顶 嗯 就是它的口 但远处的口好像更加的大一些 你看 哇 终于 哇 还是大 你看大鲫鱼 邱老师 是不是远处的这种真实的种鱼的鱼 所以你都是这种大的黑飘 嗯 是这样的 我给你讲讲这个圆里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进点钓了以后 基本上会把这个刚放的新鱼啊 嗯 钓得差不多 嗯 然后呢 当然有一部分里边有一部分那个 以前剩下的鱼 那么都是比较相对比较滑的鱼 嗯 它呢 在进点啊它是躲不住的 嗯 然后它呢只有往我们这个 这个鱼塘的中间 中间是最安全的 相当于 对吧 离我们远的地方 对对对 我们先钓了近点以后 把新鱼钓得差不多以后 你看我们再钓远点去 远点的鱼也相当于就是新鱼了 新鱼了 我们的时间 随着一段 你看我这也是 哇漂亮 封围 真的是双尾 双尾 太棒了 手上一来感觉就知道双尾 对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刚刚开吊呢 对 结果我们新鱼顶里吊得差不多了 对 这是第二次了 菲菲 你看我们这款这个 吊牌户外的这个小辣椒啊 虽然它是8H的 叫静点啊 非常的厉害 你看吊远点手感一样的好吧 也是非常的轻松 非常轻 很舒服的 我觉得最喜欢的特点就是它很轻 对 这样吊一天 然后吊尽又非常好 对 在黑坑里边经常 抢鱼的时候那绝对是超一流的 然后钓稍微慢一点的时候 你看手感也会非常的好 是吧 对 我们抢鱼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上鱼的速度啊频率都比较快 节奏比较快 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轻的吊杆 让我们不那么费力气 对 在疫情变慢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长竿钓远 适当地放口 增加种鱼的几率 就算到了抢鱼的后期 我们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邱老师 你看我们今天好像是钓了四个小时吧 对 前两个小时呢抢新鱼感觉挺爽的 但是后来有一点点节奏慢下来 但是经过我们一调整 是的 一直在点干 所以说在钓飞坑的时候啊有很多方法 我们一定要注意 对吧 从了解鱼情到选肝对吧 而且抢新鱼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技巧 比如说我们要塑造那种投石机的声音啊 还有这种注意起鱼的时候遛鱼的一些防止缠线的技巧啊 对是的 那现在就是我们收获的时刻了 要不来看看我们的鱼货 好吧 那行 哇好重 我头是好重 根本就提不起来 我这一个人 眼睛稍微会漂亮一点 哇太多了 我真的很重啊 我这有 哎呀你比我的少 我觉得 我这完全是一大壳 可是我这个真的有点重啊 来看我的 我又整整一壳 看到没 可是我感觉我的鱼也太重了 我真的有提不起了 是的 哎呀我以为我今天是坑灌的 没想到比邱老师还是略输那么一筹 没事 我这还可以啊 证明我还有进步的机会 那是的 那是的 以后要继续努力 对 以后要多用我们的小辣椒 对对对 这次我第一次用就有这么多收获 好 我还是很满意的 那行 那我们还是放生嘛 好 把它放掉 放掉喽 回家喽